各位 今日一個好消息 就是戴耀廷王之鋒之流 有29個政棍現在認罪 認什麼呢? 就是寸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個案件現在已經去到高院了 所以今天再信的時候 這29個認罪 認罪的好處就是他們可以減刑 所以他們已經計算了 還有一些不認罪點 遲些再算 29名被告認罪 交付了高院法院院仲庭判刑 排期在10月1日、10月8日、10月28日、11月1日、11月4日上午 就分批在高院罪行行案件的管理聆訊 10月1日 10月1日不是國慶嗎?法庭開嗎? 不知道 所以奇怪 10月1日 28名被告 就包括大耀廷、歐樂軒、趙嘉儀、鍾錦倫、 袁家衛、梁芬紅、徐子健、沉梓傑、毛孟靜、 楓派、洪梓、黃之鋒、 譚文浩 李家大 譚志德 袁志偉 朱凱迪 張可心 王子瑜 尹小堅 郭嘉倫 吳敏儀 譚外邦 劉韻康 楊岳橋 范國威 呂志恒 朕奧輝 和黃伯宇 我想最大的證據就是戴耀廷 弄出來的所謂真攬炒十部 這個竟然敢在網上公開 所以這個是他最大的證據 他這個所謂真攬炒十部的路線圖 最後一步就是要引發中央對香港進行鎮壓 最終遊說外國政府對香港和內地實施政治和經濟制裁 因為你要遊說外國這就是顛覆國家 也干涉中國內政 他們在網圖藉著干擾立法會正常和有系統的運作 達到顛覆國家的政權 癱瘓特區政府的目的 達耀廷主張攬炒其中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要立法會取得35席以上 才能在議會上投票佔優勢 當取得35席位 各個被告會不分造白 否決政府提出任何預算和公共開支議案迫使 特首解除立法會以坦會政府運作 最終導致行政長官辭職 這就是他想得很好 但是很可惜這個是串謀顛覆國家 因此今次我想戴耀廷就是首犯 應該判一個大一點的刑罰 其他人重犯 包括一些政治上面 所謂命人 黃之鋒之流 我覺得應該重判 到時候怎樣判我們不知道 總之無論如何現在有29個就認罪了 這29個聖母仔 反而那些就蠢了 都不認罪 或者他們會遲些認罪 認罪節省工夫 有些減刑 不然的話 不認罪